今天咱们来聊聊圆尾斗鱼吧 朋友们好,我是达着贺 圆尾斗鱼是四系原生中国斗鱼里唯一在北方分布的一种 它的族群比较孤单 圆尾斗鱼好不好养呢 看您怎么说,我觉得圆尾斗鱼不好养,不太容易上不手 当然了,我说的好养指的是养出状态,不是单纯的把鱼养活 斗鱼的成长不是单纯跌跃灵 它的胸径激素水平,就是包括生物激素的水平 直接影响鱼的发色,三肌的成长,骨骼成长等等 这是第二性状,这个表现练得越好,鱼就会越精彩 这是圆尾的顽点 也正是因为如此,同一条圆尾斗鱼发色之前和发色之后的表现差异巨大 有的时候您都不敢相信这是同条鱼 咱们养斗鱼所谓的养工,主要就是培养这个,这是顽点 至于人工园和野生圆尾的区别,主要在几个方面 因为野生圆尾,它生活在北方,北方的冬天比较老 这导致圆尾斗鱼最大的生存需求就是活下来 它的基础水平要比X尾斗鱼要低很多 因此它的发色状态对环境的要求是比较大的 就是它不太容易上手 人工园通过多代的改良、驯化 生物的基础水平有很大的优化 上手比较容易,您更容易把鱼练出状态 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还有就是室温性 人工园比野生园更皮实 它室温性更广 夏天对于高温的容忍性也更强 发色之后的圆尾斗鱼 表现可谓惊艳 您可能也看到过绿林的圆尾 还有三级优化 同时尾巴上星斑大面一漫步的圆尾 真的好看 您注意改良园是优化这些表现 并且将这些表现继续量化 把它变得更多更普及 并不是说野生园尾没有此类表现 野生园的表现有的时候会超越人工园的上限 但是呢 这个个例 圆尾斗鱼的族群过于孤单 这导致它的开发之路 改良之路很艰辛 但是依然是能够走的 多年以来通过圆尾核心玩家的努力 也出现了特化的基因 辉原 这个视频就是辉原 辉原的话是成为一个局部白子的一个状态 在这条路线下呢 将来我们可以尝试把它量化 把这个品系稳定的保留下来 同时呢 还可以继续向白画黄画或者金陵的变异 去寻求路径 这条路线可能比较漫长 或许是三年五年也可能更久 在心里留个小念想 我相信真的是有机会的 圆尾之路是能走下去的 加油 加油加油